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应对如海啸般蔓延的时空浩劫 寻找失去踪迹的外勤人员 吉考斯工业启动了湖光协议 根据这份协议 吉考斯工业解除了自己的静默状态 一束信号投向所有的已知未免 召集一切可能的力量 联络所有愿意伸出援手的人 在协议的最后这样备注 成为湖光的一部分 与每一个宇宙并肩作战 祝你好运 聆听电台的各位 没错就是你 无论你身处何方 吉考斯工业都邀请你加入湖光行动 穿梭各个未面 面对时空浩劫引起的混乱 体验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 2021北京战火机变将在5月15 16日 与北京一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今年现场推出了全新的大型线上加线下实景互动游戏玩法 湖光行动 在现场使用湖光行动游戏小程序 不仅可以根据故事包剧情完成线上游戏任务 还能进行线下的实景探索 其中有解谜的脑力考验 也有线下调查的观察力比拼 既可以组队 也可以独自勇敢前行 除此之外 还有全新次世代体验 未上市独立游戏试玩等 更有游戏挑战得大奖的传统项目 没有人会空手而归 5月15 16日 北京一创国际会认中心 我们在合机变现场 等候你的加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听今天的合适奇谈 好久没录了 我的天哪 确实 大家好 我是安 我是斌 我是罗白 我摊牌了 我是肖剑 今天我们的阵容有点强大 有点不一般 诡异 首先为什么要录这期节目呢 是因为 首先我们希望 这部合聚变都要开始了 而且这次合聚变 2021北京站 我们的合适终于 在现场有一个摊位了 我们终于有自己的位置了 终于在公司内部 地位立下来 应有掌声 太不容易了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目前的这个新闻 如果你有兴趣来到 合聚变北京站的话 你会看到我们这个 合适奇谈的一个很大的摊位 我们这个摊位里 有我们这个限定的厂饭 也就是说在网上买不到 只能在现场可以买到的东西 还有我们几间合作的 非常好的出版社 也会入驻我们这个商摊 来卖他们这些新书 我们可以介绍一下 这些出版社和他们的作品 对 我们有这个 我们的老朋友 读库玉宅学 还有这个次元书馆 一会我们就会介绍到 次元书馆的一本新书 对 一会儿那个大家就知道了 还有这个 我们的这个也是老朋友 后浪和新兴出版社 同时呢 合适自己呢 也会有一些限定的厂饭周边 包括这个一些文创产品 比如说这个环保袋呀 文件夹呀 还有这个纸胶带呀 等等等等 有贵的 是不是贵的 没有贵的好吗 知识是最贵的 书中自有皇亲 高兴上高兴上 对 还有就是呢 我们会在现场呢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就是只要你在我们这个 合适的店里消费过 不管是买有声书 还是买实体书 只要在现场能展示出 这个购买凭证 我们就可以送一个贴纸给你 就是随便拿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 合适的摊位来玩 嗯 好了 那我们这个广告先做到这 哦对 我们还会在现场这个 卖这个有声书的实体版 包括我们的舞台活动 也会向大家公布很多 我们下半年 即将这个 呃 怎么说呢 推出的一些大型的合作项目 World of Premier 听着特别牛逼 很多是多少 是 我完全不知情 啊 你不知情是吗 对 搁这眼呢 那我这底层员工 当然不知情了 那想知情的话 大家就请来现场看 哎 哎 好 那这个广告就打完了哈 还是我们大家先从这个最近看的书来说起吧 老白先来吧 行 就最近没干什么正事啊 就看一些相对来讲就比较轻松的 这个这个一腾热二 轻松了 这个形容才好 对对 你看就是我把这个封面拿起来 跟阿斌的脸一比较 哎呀 还是这个书让我轻松一点 对 因为这个书他其实很有意思 是心清楚的啊 就是是一腾热二的经典短片集 里边是收录了他自从这个就是从业以来 然后创造一些经典的短片故事 比如说这个从江湖川乱步改变的这个人间椅子 还有这个不属于人世的爱情 还有又很经典的这个阿密笑断腾之怪 另外里边就是还有一些那个他在杂志上发表的一个短片 可能就是在之前通过其他渠道 从他单行本里边没有看到的 因为大多数人可能对于一腾热二的了解 是来自于就是他的一些长篇的这样一个内容 比如说那个漩涡啊 复江啊 这样一些 但是其实他在短片方面的比例也是非常非常的有趣 比如说这个里边他收录了 2019年BEC Comic Original上面的一个短片叫遗孤 对这个就看到就是这个没法剧透 但是我看了这个时候就感觉是一腾热二老师是彻底坏掉了 你知道坏掉还是 坏掉坏掉 就特别猛 然后包括说他在2014年在月刊Spirit上边刊载这个谋徒老师与我 是一个半自传性质的东西 只不过是用他那种就是妙曲恒生的一个描绘方法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 妙曲恒生 真的是妙曲恒生 特别逗 就是比双一 比那个就是 对比双一还逗 太逗 就是 刚才老白翻开那一页 我们嫖利 感觉我有点生理不适 还好 那个就是这个前面铁人女 那个是真生理不适 这个书建议18岁以上的 24家吧 24家 对 小朋友不要看 但是就谋徒老师与我其实是一个很逗趣又很理想化的这样一个东西 因为全文里边他都是一个就是双一那种又又恶心又扭曲的那个表情出现 但是表达的满满的全都是这个对怪谈界前辈这个谋徒一雄老师的爱 这个就特别可以把这个简述一下 因为整体的氛围你要看过这个漫画才知道 他开始讲就是我一个漫画的启蒙之路 就是那个一层楼二老师说 我这个漫画启蒙之路就是从谋徒一雄老师来开始的 因为什么呢 他的慈爱的就对他充满关照姐姐们经常给他看谋徒一雄老师的这个恐怖漫画 姐姐 亲姐姐 亲生的 对 就珍藏的是那个他当时的那个木乃伊老师的这样一个单行本 然后还有什么诅咒之管啊 婴儿少女啊 什么就这种就非常传统的哥特恐怖漫画 然后后来他看到了就是这个谋徒老师的这个漂流教室 嗯 对 然后看完之后就表示惊诚 说世界上怎么有这么牛逼的漫画 我太厉害了 然后他甚至是在那个就漂流教室的全本出完之后 他深感遗憾 他认为这个故事没有没有讲完 所以就少年他就开始二创 哦 对 那不是同人吗 对对对 他就是在那个就是漂流教室的就是单行本 最后的部分有那个空白页 他在那个空白页上进行二创 画自己想象中的故事 所以说其实等于是魔头英雄老师开启了他的这样一个 就是漫画的想象力之路 那么就是他初三的时候又看到了就是魔头老师的这个这个 呃阿诚那个就是系列一个神奇少年的系列不了解的朋友可以去找一找 这个比较有意思是什么呢 是因为他当时病了病的很重 然后住院了 他心地善良的慈爱的姐姐就给他带来的这个空漫画 啊 说那个你 你要快点好起来啊 你要快乐你知道吧 你住院的时候要赶紧好起来 你是我亲爱的弟弟这样子 然后就是他当时刚动完手术 然后肚子上还插着引流口 就是刀口 这手术不小啊 对 然后看着啊 一会叫 然后一会就笑 然后就是就伤口就裂开了 就这样 对 他裂开了 对他裂开了 就是这里边有一张 有一个分镜 就是他那个 你可以想象的就是一成二那个画这种恐怖面孔 或者扭曲面孔的那个时候的状态 然后旁边配的文字 回想起来这些都是我少年时美好的回忆 就所以说这个人扭曲就是到现在这样一个程度 就后来他又讲了和某头老师之间的一些 就是羁绊啊 纠葛什么的 包括说后来某头一雄的原作母亲 然后有一个改编漫画的意向 但是呢 就是他是从这个就是改编方接到的需求 所以说就他没有办法跟某头老师直接沟通 所以他就按照自己的想法 就是把这个母亲的形象画成了一个 就差不多类似于就 怎么讲呢 我就不是特别好形容 真的不是特别好形容 那你看我干啥 都是不可领状的 不是我看你找找灵感 但我看完之后 我觉得还是没有什么灵感 因为你照那个还差一点 总之这个就是 还是需要看了漫画 才知道他想象中的东西 但是呢 后来这个改编中途搁浅了 然后他去看了这个某头一雄 这个母亲改编电影的上映 对 然后他结果看完之后发现 某头一雄老师心目中的怪物的本体 是妖艳美丽闪闪发光的样子 不是那种就是长着就是人头蛇神 然后浑身鳞片在地上滑行那个样子 然后他发自内心的感慨 说我没有把这个某头老师的这个 这个创意画成漫画 他妈实在是太好了 避免了一场丢人 后来就是又简单说了 说那个一生都是某头一雄老师的粉丝 然后也会继续把这个就是古漫画 这样一个艺术践行下去 这样子就总体来讲 虽然看起来就是充满各种不可名状的 就我看看你 我看看你 别别别 然后迫害迫害你 对对 但是那个总体来讲还是很温馨 能够感受到他对于这种艺术形式热爱 就就就非常有趣 而且就是他里边其他的这个书纸是真的 我们很久没说这个话了 纸好 第一纸好 第二就是他那个印刷质量很好 手感非常好 所以说大开本 他是个特别大大开本 这跟那个过去就是看那个口袋本 或者文库本 什么的 对 其实观赏的体验是飞跃的 更震撼 因为他新兴之前出了那个一腿热的漩涡 我们之前也做过节目 那套书是一个小开本的上下册 他们出的第二个一腿热 就是这本一腿热短片竞选集 它是一个要大的多 这个是一个16开的 很厚 对 而且他中间有几个地方 还有就是加策彩页 比如说这个阿密销断腾之怪 那个我特别喜欢 对对对对 还有遗孤 然后中间铁人女什么 那那个讲的是个啥故事 我没看过那篇 哪个 就是断腾之怪 断腾之怪你得自己看 它不长 它不长 你可以自己看 数据在这你可以自己看 我讲上没意思 好 然后就是前后还附加有特别的海豹彩页 前面有这个漩涡和这个人间失格的女人们 能看一眼吗 您在这看一眼 对我们时间轴里可以呈现一下 看这个 看 这如此正经 就你知道吧 他我看上这个就是海豹的时候 我心里的感叹是 他有些好好话 也是可以的 你知道吧 对本质来讲可以 但他就不乐意 他就不 然后封面还有一个就是特约作品是 印斯茅斯的弗兰肯斯坦 中级缝合怪 那他们可太缝合了 我跟你讲 这图不能在实验轴放 放了会被投诉 这个有一点有点恶心 就比较猛了 真的比较猛 对 然后就是这个还挺有意思 是2018年在这个卢卡的漫画语 电玩展上 他跟几位导演啊 插画家什么的去对谈 就谈他们心目中的恐怖怪异和不可名状 最后就想起来 想出来就是把这个东西拼接起来 其实是两概念的价介 就很有意思 所以说这本书总体来说的话 我是非常喜欢的 就是每天在那个繁忙的工作之余 Oh really 盯着他看了一样 您继续 没事没事 我现在手里拿这本书 我在面对你我心里感到的安慰 你知道吗 就这样 请大家踊跃购买 很久没做掐购节目 请踊跃购买 真的是 好久没录了 多久没录了 好几个月了 对啊 大家人民都很想念他 是 可以多来一点 这个伊藤若二短片集 他刚上架的时候 我们其实做了一个伊藤若二老师的专访 就是是一个邮件专访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我们加在时间轴里 把这个专访的链接是 是集合网和这个伊藤若二老师的一次 就是怎么讲亲密的对谈 也是问了一些关于他对恐怖电影的推荐 对于恐怖文化的这个想法 包括中国的这个怪谈的一些问题 但是当时我们上这本书的时候就没有录电台 所以今天给他补上了 感觉亏了 其实主要我看伊藤若二那样子吧 怎么着都想象不出来 他是个画这样的人 你照着镜子 对 怎么就想象不出来 我的同事像是这样的人 你们现在要混合双打 可以 今天这种特别好 你知道吗 特别好 太好了 被安静了 全都在角落里 你看他们俩笑的 跟伊藤若二妈妈里的人似的 OK 那就大哥来 大哥来 就是刚才不说到那纸特别好吗 我这本书 对 纸也特别好 这是来自那个次元书馆的一本 叫全境封锁熄灭的补业城 他就是这本书就是讲的是 全境封锁的那些事 但是它本质上其实是一本 灾难求生手册 然后呢 就这本书可以当做三本书来读 首先它本身是一本灾难求生手册 就告诉你 你在应对像类似于全境封锁里面那种情况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 在城市中发生的一些大灾难时 你该怎么应对 怎么求生 里面教了很多 真的是实用加详细的求生的方法 生存方式 对 可以举几个例子 首先那个就是 全境封锁它不是在冬天吗 发生的那个故事 然后就是一 我是说一 就是刚开始它是在冬天 然后圣诞节那会儿 所以说取暖如果在一个已经崩溃了的城市里面 取暖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咱们总不能说随便在烧书烧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样的话 一 你很容易就快烧煤 二 还有可能有危险 它就告诉你很多 如何用你手边的东西就能制造一些比较安全的 而且是持续能保持一个温暖或者照明作用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像金枪鱼的罐头 我都能买到那个了 你不用是金枪鱼的罐头 其实是只要是罐头就行 一个金属的罐头 一个小的扁的那种 然后之前在那个摇曳露营 不知道各位看了没有 它有个房间露营 它用那个小金枪鱼罐头直接点 它可以用里面的油和鱼 这是一种 但如果你已经在全境封锁的那种环境下 肯定你会把这些里面的罐头都吃光了 剩下的罐头 你可以拿来在里面放上跟那个罐头边一样高的那种纸壳子 就给它塞满 不用塞得特别紧 然后找一些石蜡或者说像蜡烛 蜡烛单点的话只能烧一会 而且它的光线也小 就把蜡烛全都化在那个罐头里 然后它就浸润到那个纸板里 然后你再去点这个罐头 它能烧的时间就会更长一些 就很具备实用性 对 它里面介绍了很多类似于这样 用手边的东西做那个就是大的烟囱 那种就像街友那样的那种大桶 然后做的更安全一点的取暖设备 然后就介绍很多这样的东西 小小五里一氧化碳中毒了 对 它也说了 就是说如果你的避难所的通风环境很差的话 就不建议你做这种东西 然后 这句话其实除了书里有说 旁边还有笔记 这就是说可以引出来这本书的另一个读点了 就整本书它叫全境封锁 熄灭的不夜城 然后它其实的背景是在 全境封锁下里面一个 我们其实都很熟悉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 不能叫NPC 因为你好像没有实际见到他 你和很多的echo里面能看到他 叫艾波凯勒这么一个人 我看这里边还有一张海报 是寻人启事 对 然后结果找的 对了 还有就是这本书里附赠了特别多的 不能叫配件吧 就是像寻人启事地图也好 而且还有一个神秘的车票 还有神秘的从另一本书上撕下来的一页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线索 就在这本书的第三个读法 咱们先介绍第二个读法 首先第一个读法已经刚说过了 是求人手册 第二本读法就是读日记 这本书的作者先不说 是个谜 然后但是这本书的拥有者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艾波凯勒 这本书是在全境封锁 正式爆发那种疾病之前 然后呢 艾波凯勒就是这本那个主人公吧 可以说他 他的老公送给他的 然后结果他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然后的确可以剧透的一点事 就进入了 你别说啊 可以剧透的一点事 他就进入到了游戏 我们开始玩之前的故事了 就是你在游戏 就是全境封锁初代 你玩的时候会遇见 这个艾波凯勒的一些echos 和他那个一些故事 然后你能看到他 在那个游戏之前一些事情 然后这本书里 就可以详细的说了 他带着这本书 然后一边用这本书 一边在书上做笔记 然后他在我们进入游戏之前 遇到的一些事情 和他对于整个全境封锁 发生的那些事情 他的一个思考和 怎么说呢 探寻吧 因为他的老公 跟就是那个病毒泄露出来 是有关系的 不能说是他老公干的 但是有很紧密的关系 然后他就去 首先他去找他老公 这是一个事 然后生存路上 对 然后再生存 然后再遇上了那些特工 遇上了我们在游戏中 遇上了那些反派 帮派 对 就是那些帮派 他们一些 而且他在这里面的笔记 自己的特别详细 首先他是日记 是一天一天记下来的 而且这个日记也是跟咱们看书的顺序很相近 首先我们在拿到这一本书的时候 我推荐 大家先别去看他的日记 就先看这本书里写了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求荣手册 就跟我们拿到书和艾波 他拿到书一样 我们先看一下这本书写什么 然后他就在上面 做了一些零散的笔记 说你这个说的太夸张了吧 然后怎么着 我这可能用不上什么的 你这也是在合适买的吧 然后 绝了 然后就是他 随着他把这本书看完了以后 我们再可以看他的日记 一开始他的日记都很轻松的 但是他发现出事了 然后一步一步演变成 就是整个纽约城 成了这本书里所描绘的一切的情况下 他觉得不对劲了 而且他自己也面临一些很严重的情况 这个就可以当一个小说来看了 日记小说 这第二个故事 对 就是你在第二遍读他的时候 你就着重的去看他的日记 而且他的日记都是边边角角的 写在那个书的边上的 对 各种地方 只要是有空的地方 他几乎写的特别满 而且这本书里面 印刷的颜色特别多 而且纸特别厚 他那个 因为你是在一个 因为你是在一个 那个就是已经 可以说是后起书路了 快接近后起书路的一个 那个城市里 然后你要求生 你不可能随手拿到像我们这样 拿到一个很好的笔一直用吗 他有时候剪到一根笔 然后就用上了 然后有时候剪到一个颜色 特别奇怪的也用 然后自己还说 我特别讨厌这个景色 我必须得感慨一句 真的这个有点厉害 比我想象牛逼多了 因为是什么呢 他不仅是 那个像大哥说的这样 就是他内容非常详尽 而且在这个 就是书的印刷和内部处理上 他尽量去贴近这种情境 比如说有些页面是沾血的 有些页面是就是有脚印 然后熏黄了 或者被水浸泡过那种污渍 这个书在印刷的过程之中 都尽量的模拟出来了 还有的有灰尘 包括说他的就是 刚才我们不是讲了 那个两个内容吗 其实这两个内容是能互相对照的 就是在生存的方面 和他就是面临的场景 这个方面 比如说我刚才随手一番 真的没有就是特意的去找地方 就随手一番 他有一页是讲失血过多 对对对 他有一页是讲失血过多 在这个印刷体的文本上写的是 就是你失血过多如何救助 如果按压无法止血 就必须用了止血袋 然后止血袋最佳使用方法是什么 然后还有一个图示 旁边的记录下来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日记 就是这个日记 这个日记就是他亲爱面对 被失血过多的人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 这儿我可以念一段 就是那个救了我一命的无名英雄也快不行了 他脖子和大腿都中了枪 血从伤口里一股一股的喷出来 打中了动脉 我试着按压他的伤口为他止血 但能够感觉到血流出的速度慢了下来 他的血压在急速下降 就在他死前的一刻的转头看着我 这场面似曾相识 我不记得相同的事情是否发生过 但他在我的脑海中营绕不去 他救了我 而我能做的也只是在他死的时候 看着他的眼睛 除此之外我什么都做不了 这个就是和他的功能性配合起来 就很厉害 入目三分有点狠 而且就像刚才他除了说止血 还有什么缝合 就是处理骨折 急救 对很多急救的知识 然后一开始我记得他还写过 我不想面对怎么缝合什么 就一开始写的 他可能是他第一遍读的时候 我这么想的 结果后来没想到后来他就真的遇到过这些事情 然后就是后来他又再写了一些 就有可能是同一段内容 他在第一遍看的时候 说这太荒谬了 然后后来再看的时候 他又补了一点 果然是这样怎么怎么着的 如果是你直接上来就看他的日记的话 你会可能有可能就是看的有点混乱 然后你我推荐你就先大概 在读就是整本 怎么说实用手册的情况下 带一点看一看他那个就是日记 你不用看的特别多不用记特别多 你会越你会发现越往后 他那日记就越乱 然后到你都读完以后 你大概有个印象 比如说在哪一页 或哪个位置看过什么类似的话了以后 你再去重新重头捋他的日记 因为他的日记写的时候 有时候他写的日期是连续的 有时候就不连续了 而且他后面的日记 有可能是前几天的事情 就在书特别后面的地方写的 要拼他的那个日期 给他拼成一个 要按照这个 要按照这个就是时间的顺序 把他给串联起来 对对对 因为他写日记的时候 他并不是一页一页 就是比如说第一页 我就写第一天 第二页第二天这样 因为他在求生的过程中 遇到了特别多特别多的事情 然后所以说他的日记 也有中断的 也有是因为写乱了的 还有临时写在某一块的 就这种 然后大家在看的时候 要自己去记着点 我在哪一页看到了 哪一个日记 然后看能不能连续到上下文 然后跟他拼在一起 不然的话你只看日记 就是容易看到后面就看乱了 那这书第三种读法是 第三种读法就要看到 他送的那一大堆 就是004岁的东西了 有学生起誓 有一个被撕下来的 一本书的一页 然后还有什么漫画卡 还有一个车票 是什么 开往春天的地铁吗 纽约交通卡 对一个纽约的交通卡 什么纽约市公共交通部 对发的是 从皇后区到曼哈顿 经过布朗克斯 布鲁克林 最后到斯塔顿岛 然后这一张卡吧 其实你刚拿到的时候 你会发现 就是咱们如果说 五一大家要出门的话 不是用火车票吗 他会给你打卡 打孔 就是说明 捡过票了 现在都没这个了 有 还有的 也多久没出门 那是报销证明 然后但这张卡上 他有很多很多的孔 而且有的 而且他打的就是 位置很不规则 然后你是可以给他捅开的 这张卡就 不知道有没有读过冒险小虎队 放在上头 刚才是意思不明 露出字来 对 有可能是这样解谜用的 所以说 其实第三种读法 就是跟着我们的 可以说是女主吧 就是爱波一起去解谜这本书 就这本书 你看 就是第一遍 如果你看的话 如果你玩过游戏 你就会发现 书的原作者 已经在书里面预言了 就是整个全境封锁之前的剧情 和全境封锁的剧情 就是当时爱波是不知道的 然后如果你在看他日记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会在一些特著的图片 我就不剧透了 特殊的图片上标注出来 这不跟我见到的 什么什么一样吗 对 然后结果 他就会反问这个作者 为什么你在那么早之前 就能知道这个事情 或者说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这种情况 所以说第三种读法 实际上是去解开一个阴谋 这样 对 就像因为在我们在那全境封锁一里面玩的时候 你会看见爱波他的一些echos 和刚才老白读的那一段 就是那一段 我不知道是不是对应的是那个echos 但是他会有那个就是 几个特工那些剧情 我也不剧透了 就是在这一段剧情里面 他写在书里了 然后呢 这一段剧情 然后我们在游戏中也能看到 他这本书还被抢走过 然后就是之前有 之间有一段 嗯 细思的联系 可以把游戏中的剧情和书里的剧情 连到一起 这样如果你玩过游戏 尤其是关注过这个角色的话 你再过来读这个书 就能知道他之前在干嘛 然后他之后又去干嘛了 然后就可以从游戏串到一起了 嗯 就是严格上来说 他并不是一款从游戏改编的小说 或者这样的 但是他可以说很好地补足了一个游戏里没有讲的特别详细的一个支线 嗯 因为他毕竟不是游戏里主要的一个角色嘛 但是我听大哥讲完了 我再翻这个书 我一边听着讲 一边翻这个书 我现在觉得这书比游戏好 实话 真的 嗯 我拿到这个样书的时候 编辑老师跟我说 这个是特休斯之传的团队做的 哦 对 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解谜的一个书 然后这个书的质量还是挺有保证的 相当有保证 虽然我没看完 是 但是我简单一翻就是 他后边很多地方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细心 有点惊讶 因为就是旁边的笔记呀 然后就是其他的一些线索暗示什么 比如说他在一页上反复的 因为他经历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嘛 对 然后他在一页上反复的记录 然后包括他的一些揣摩什么的 全都用不同的颜色标出来 方便你来就是看这个东西 这个别的我不知道 他印刷上他可是费力拿尽的 还有一点就是 不过他的生理状态 还是在剧情中是有变化 就是你看他的日记嘛 是有变化的 然后如果你去再看他的日记的话 他的很多笔记就随着他的生理状态 就是精神状态也会改变 他的笔记就自体呀什么都会变化 就像你困得不行的时候 你写字就像上课搜尾滴 对 就歪歪扭有那种字体 别写了吗 就说一遍 OK 其实这本书能说的差不多就这些 因为很多剧情特别多详细展开的内容 没法细说是吗 对而且他联系到你就是对于全球封锁的一个背景 那是不是最好还得玩过全球封锁的人才来看 其实如果你没玩过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剧情解析 就差不多能联系到一起了 绝对没有必要就是特地去看 这是什么 这里边还有那个曼哈顿地图 对而且地图上也有特别多的奇怪的标记 但我觉得其实如果没玩过游戏 就是大致有一个就故事背景了解 你知道全球封锁的背景设定是什么 那个钞票上带着那个 钞票带病毒 然后在纽约发生了这个就是大疫情什么的 对 然后里面还介绍了怎么处理那种尸体 用胶带什么那些很详细 就是可以说这本书的作者 就是说谁写了这本求生手册 我不是说我们卖的这本书 就在设定里面写这本求生手册的人 肯定是一个有一些阴谋 或者说是已经 我觉得已经超过仙见之明了 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事 可以说几乎就是如果是说他是策划 这件事情的那个人背后的主谋都不为过 就是说他太知道了 可以说是这么评价他 而且就是大家如果带这种先入为主的 会去看的那个这本书的话 就会能看到很多详细的 就很多奇怪的一点 为什么他会知道这个肯定会出问题 就这一点 但他最后会把这些谜题都解开吗 稍微留了一点扣子 而且如果他的那个就是说实话 我对于解谜游戏 就解谜书这一点 稍微有一点 玩不太来 就是因为他很多谜题就是特别复杂 我也看了半天 我才搞明白一点 确实看出来超过你的能力范围 那那个大哥 我一会用那个一层转二跟你换这本 行吗 我我可在有两本书 一本是看的比较快的 一本是正经 只有几页图 现在全是字的那种 先讲这一本吧 就是我 我感觉这两本啊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他们的书的名字都不是特别准确 来说 我先说第一本 这本书叫章鱼的心灵 你能每次你能挑点好书看吗 你 哇 这可 这本书可太好了 要不就是海洋里的幸远爱 要不就是 这就是生命的本质 是是是 你说你说 但这本书 这本书就讲的不是生命了 就是先讲他为什么 这个书的名字有点问题呢 就是他可能是根据他英文原名 或者怎么样翻译出来 然后这个心灵 他不知道怎么去给他 就是用一个起标 跟咱们文章起标题一样 用一个简单简洁的话 但是又同时能把这个名字给传递的特别准确吧 所以他就用了这么一个名字 但如果要实际详细来说的话 他可能会探究这个章鱼的神经 然后哲学 他的一些 他的思维是怎么起源的 章鱼的哲学 对 就看到这儿呢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纪录片 叫我的章鱼老师 这个倒是听说 我当然没看 这纪录片口碑特好 然后我就给看了 看过以后再看这本书 然后我就发现 这俩人该不会是拍纪录片的和写这书的 该不会是同一个人吧 然后呢 就是那个 我的章鱼老师也是讲这么一个事 就是讲那个纪录片的制作者导演 他就觉得他生活忽然有一段时间特别失去了力量 然后他就去潜水 去他那个附近的一个海滩 不是海滩 就是那种海里潜水 跟风浪搏击 但是偶然之间他发现了一只章鱼 见到一个老师 对 然后那个章鱼跟他之间互动 然后他就慢慢的发现这个章鱼比他自己想象的要聪明 然后章鱼这个物种比他想象的要神奇 然后不断的跟他来进行学习 就那个学习不是他教你做什么事 而是你感觉到他就是章鱼这个生物 好像因为我们经常吃他 好像就是我们低估了他 而且他的这个生活哲学和他的这个演化哲学 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 那这本书在一开头也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两个就是这本书章鱼心灵的书的作者 他其实是在澳大利亚那边潜的税 然后那个我的章鱼老师 他其实是在南非南非那边附近潜的税 虽然都是章鱼 但不是不是同一只 说明章鱼的智慧是共通的 对就可能就是刚好他们都遇到了相同的事 这本书的第一篇也是穿越生命树的相遇 就是人在进化方向到了现在我们的一个灵长类 然后章鱼可能在某个演化的方向 他从软体类然后变成了现在的这种万卒 然后就变成了现在的章鱼 然后从生命进化的这个方向来说 他们在几亿年前分开了 但是今天他们俩在海里又遇上了 所以就占用你点时间 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天赋 就是科苏鲁 然后他们就这本书就从头开始 先给你讲了一下 这个章鱼在这个生命史上 它这个演化是咋来的 前面也先讲 就是可能一开始就是单纯的生命 然后开始慢慢的雇佣 就到某个 某个生命阶段的时候 海底就出现了一种 可能是代甲壳跟虫一样的那个东西 然后慢慢的发展 开始变成鹦鹉罗那样的 但是 实际上讲这个海洋生物的半部进化史 所有生命的进化史 所有生命 因为你最后其实也是人的 生命都是从海洋起源的 对 然后就到某个领域的开始说 有软体动物 有就是大概是在那个时期的海洋 鱼类进化之前 不还是有各种三叶虫 那个海蝎之间那些 然后就是在某个时刻 章鱼因为某种方式 它选择了一种进化方式 就别的东西都呆在壳里 但它从柯里出来了 它就变成了一个完全软体的 所以大家就觉得 章鱼这样玩也不是外星来的吗 这看着没有任何道理 然后就从那个时刻开始 章鱼选择了自己的一条进化道路 OK那接下来他就讲 演化这个事是咋回事呢 电影其实也有探究了这个部分 但没有这本书写的这么详细和这么 怎么说呢 专业吧可能 它电影毕竟要给你传达一种感情 所以它会以比较感性的一个方式 用这种镜头的视角 来给你展现这些事是怎么回事 但这本书它就一本正经的跟你说 讲科学道理 从演化的角度来说 一个生物它眼镜的话 那肯定是根据它这个神经传导的速率 最早生命咋回事 可能就是觉得 头顶要有阳光 我要吸收阳光才能怎么样 然后从单细胞分成两个细胞以后 最早的分裂就分裂成 就变成两个细胞单独的生命了 但有的生命就发现 我这细胞好像合在一起 大家各司其职也能 就是作为一个大的整体来说 好像也不错 生命这么随便的吗 就是分化的器官的出现了 奇迹吗 这就是 行行行 好牛逼 比如海绵 海绵就是比较一种 然后就讲到水母 可能也是在比较早期就分裂出来 像一个很大的一个细胞东西 它飘在海里 然后章鱼 大家进化的 其实就是为了生存有更高的效率 比如神经传导这回事 假设我头顶有个眼睛 然后我脚是负责偶专门跑的 就那个时候 假设我们已经有器官的分类了 然后你的眼睛看到有要吃你的东西来了 然后要尽快让你的脚知道我得跑 对吧 所以生物就想出了各种眼睛的办法 比如人这个极锁动物 他们就想脊椎 我现在有条极锁 就还没有脊椎骨的时候 有一条极锁 用这个极锁来传达神经 让这个神经跑得更快 那章鱼这个为什么和人不一样呢 就是大家说章鱼心脏不一样 大脑结构也和人不一样 因为他发现章鱼的每个触手上的神经源 也非常丰富 他就不像人这种 这种脊椎动物 脊椎的一端是个头 头作为一个整个的发号施令 然后散布到你的四肢 章鱼就像是我全身上下 所有地方全都是神经源 全都是处理器 结构逻辑 大家一起在四方 所以他的结构逻辑就不一样了 那接下来就会 就是因为导致这个眼花的变化 就你看这章鱼变色 为什么他能变色变这么快 变得这么准确 就是我们人的想法 可能就是眼睛看到了周围的颜色 然后大脑给全身传达一个信息 那章鱼可能就是 我这个触手碰到了这个周围 然后我触手上 所有的感色细胞 全都同时感应到 然后及时做出了变化 就光在这个神经的层面上 就告诉你章鱼和人不一样 同步率400% 厉害 然后这本书差不多讲了 有一半甚至一半以上 可能小一半都是讲这个神经的部分 但是他牛逼有牛逼在剩下的那一部分 中间他提到过特别 怎么说呢 厉害的一句话 意思就是 没有任何单一合理的一个标准 来衡量这种不同物种之间的智力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人演化出了大脑 然后来掌控他的神经结构 那既然章鱼这个神经结构也不一样了 他是不是站在不同的评判角度上 他的智力实际上也很高呢 然后他就接着往下讲 就是你神经传导 实际上也是传递了一个信号嘛 就是包括你章鱼变色也是在传递一个信号 人类的语言其实也是一个信号的传递 然后但是人类的语言在演化的过程中 不断进行了内化 就是我们很多哲学家提到那个思想 就是人类的思考和 这个词最近频率有点高了 思维是怎么出现的 就是你开始自言自语 你听到你自己心底有一个声音 那个 对 以前咱们解过那个迷宫 西部世界里面也提到过 对对对 之前仲天老师讲的一些 对当你听到这个自己的声音 语言开始对自己说话的时候 这个人类的思维和想法就体现出来了 但是这个章鱼 他整个神经的结构和我们人类都不一样 他是不是会演化出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思维结构 是外化的 也没有 也没说是吧 语言这个东西 它是属于信号的一种 但它并不完全等于信号 这时候就整得很复杂 后半部分就变成了一本哲学书 这本书 就开始有点复杂难懂 你必须要抛弃 你作为一个人类的想法 站在一个章鱼的角度来思想 这个合不合理 等会儿 我怎么作为一个章鱼来想这是合不合理 你别想 你一想你就可速书 你算值就低了 我明确地告诉你 这本书并不会给到这些答案完整的 给到这些问题完整的答案 因为这事太复杂了 很多科学家一直说 我提出一个假设 它暂时目前是比较合理的 这个哲学思维 你也没法真的就读懂章鱼 他脑袋里有什么完全的想法 他只是说 从这个角度给你引发了一种思考 和一种 他也像一个章鱼老师一样 让人类以一个不同的视角 重新看到这个世界 所以到最后的部分的时候 就是你作者和纪录片导演一样 就在海里跟他熟悉的章鱼伙伴 还有章鱼的社群 相处了很久很久 以前在这里边附图实在是太刻了 我有点那什么 全是章鱼 全是章鱼 章鱼后咪 太后咪了 他就到某个瞬间的时候 忽然提到说 他在某个瞬间忽然意识到 他跟章鱼相处了 大概有可能一年 或者多久 一年还多的时间 但实际上一个章鱼的寿命 可能就一年多到两年 陪他度过一生这样 对 他就忽然意识到 这好不容易 而且他就开始又一次从演化的角度上来思考 章鱼为什么会选择演化出一个没有壳 没有任何保护的一个方式 来做他们现在这种形态存在 然后后来想想 可能是有一种答案 可能是比较合理的 就是他们为了放大自己神经系统上的优势 为了让所有万和整个身体都能够到达一种高度的同步 他们在演化过程中主动去掉了壳 然后这样的话 他们靠智力在海洋里生活 但同时他们在生理上会变得非常脆弱 因为软不拉机的 但挺有劲的呀章鱼 对挺有劲的 然后既然这样的话 那么他们的寿命就很有可能很短 所以他们干脆就也缩短了自己的寿命 让这个自己章鱼的寿命变成一年多到两年多 我记得章鱼是不能切下来一块再长出来的吧 能 哦能啊 对 大家也可以在看这本书之前 再看一遍我的章鱼老师这个纪录片真的特别好 然后就是他一想到这样的话 就是从整个生命史的角度上来看 这种生物他选择了一种 我们人类看来就主动缩短个体的寿命 但是却让整个社群开始有某种 哲学上的一种上升的一个思考和进化 我就忽然觉得这本书确实有点东西 但我跟你讲 他中间讲认识论这块 我觉得是有点魔障了已经 对他甚至提到了很多人类角度上的哲学 就是我们人类开始认识自己以后才开始思考哲学的存在 那章鱼他首先没有语言 有没有语言我们不知道 我们以人类来说靠声音之语言 其实动物之间的语言和植物之间的语言信息传递 都是靠信号 不一定是信号 你知道植物 你知道人为什么喜欢喝茶吗 茶碱和这些东西 它都是因为 那个茶叶被虫子咬了以后 它要分泌这些来杀掉虫子 但是人对这个上瘾 其实很多植物之间也会通过一些分泌物来 信息素 对信息素这样传递信号 比如说我被咬了 然后我放出一种味道 然后其他的植物知道了以后 然后也开始分泌一些抗虫的一些东西 这是一种吗 对 其实他们社群之中是有一种自己独特的交流方式的 这种交流的方式可能是颜色传达的信号 可能是其他东西 就变成他们的交流的语言 这种语言上会不会衍生出一种更高级的一种社群的智慧 就到这个地方差不多就 就跟那个电影的结尾一样 我们作为了解这个章鱼个体的使命 到这就结束了 剩下来的这所有思考就交给我们人类 慢慢的保护海洋 进一步探索海洋 宾哥哥 你这是科学著作还是星怪谈 我形容不了 还挺科苏鲁 又星怪谈 又科学著作 前半来他说那个进化也好 演化也好 其实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也学会一点 你也是学生物的 那不然呢 好 你们DOTA人这个沟通途径很多 你看我俩都学生物 你学兽医的 你高下立判 对 所以每当我看到你的时候 就心里总会涌起怜悯 你知道吗 其实就是生物进化也好 演化也好 他们都是为了自己 或者整个群体 能在他现在目前的环境中 更好的生存下去的一种 就是可以说优胜劣汰 淘汰叫那些不能被生存下来的个体 然后生存下来的 他们的基因就能被留下去 然后逐渐就成了一个演化也好 进化也好的一个说法了 可能对于章鱼来说 就是他当时就是出现了没有壳的 或者说软壳的那种的个体了以后 发现他反而在一些其他的方面 就像刚才斌说的 他那个神经更反应更好了 然后他更有优势了 反正这一类就活下来了 没准是当初有壳的那一波 就逐渐被淘汰掉了 所以说 太笨重了 对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都是软的章鱼 章鱼的壳是他体内吗 乌贼有一部分是在内化在体内的 而且是软质的 就一个白色的 一根骨头 像塑料一样 对 但是章鱼 章鱼他最硬的地方 可能就是他眼睛和他那个口气 剩下只要你 那个容器比他这个眼睛稍微大一点 他就可以都可以通过那个地方钻过去 你又想养了 我没有 我想到 我养了干嘛 您最近爱好已经从爬行缸转到投足缸了 就是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脑袋里总会有两个想象的东西 一个就是吃章鱼 我有点后悔中我没点章鱼小丸子 见过章鱼是吗 嚼起来还挺那时候的 另一个呢 另一个是章鱼哥 章鱼哥那种神经质的敏感和那个样子 就觉得好像是他选章鱼这个形象来放在这个比基尼那个底下 还挺合理的 海绵宝宝就是真的特别单纯 好像跟他们生物也有点关系 你说章鱼哥 我是想起你就是关于就是章鱼哥之死 那个都市怪谈 对 这个也很迷的 不过我看到这个书的封底 这个纽约时报的书评写的不错 就是说主观经验的演化起源也许未必以有类似人类 有类似人脑的复杂大脑为前提 说这是一本哲学书是成立的 因为哥弗雷史密斯就是一个作者 是一个很少见的在现实世界中搜寻线索的哲学家 渊博且富有好奇心 小心探索 细细欣赏 他是充满善意的自然探索者 从不教条 惊人的敏锐 我觉得我们作为编辑也得学习这种高级的彩虹P技巧 但我觉得他是在他在转移的骂了一下哲学家 这少有的嘛 在现实中找 咱也不懂 咱也不敢乱说 以上言论均代表 大哥本人 不代表技巧 但是我真的有一个建议 就是大家在看这本书的同时 可以同时把那个纪录片也看一看 对我的张宇老师 好 OK 那还有一本 还有本书 大大的书封上 不是封面上写了四个大字 桌游简史 扯淡了 对吧 表题党了 明显 就是桌游这个话题有点太大了 桌面上玩的所有东西都可以算桌游 那我在地上玩那种赶了汗的什么那些的 弹玻璃球算桌游吗 理论上讲你可以把它移到桌上来 对啊 我在桌上也能玩 那就是桌游 但是这本书呢 实际上它讲的范围会小很多 因为它基本都集中在赛俄图这个领域上 但它的英文名字你看 Vintage 对 所以这就相对来说 复古桌游 就合理很多 就是赛俄图这个东西是个啥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其实是棋盘游戏 棋盘游戏是啥呢 我说三个字大家都懂了 大富翁 对 揍鸽子 对那天我看斌在那看那书 他翻开的页 我随手翻了翻 我就说 都是大富翁吗 其实这种最早的赛俄图 它里面肯定有讲到它的历史 和最早那个版本是什么样的 它为什么叫赛俄图 这种东西为什么作为一个棋盘游戏 然后就一点一点流传下来了 所以从这个最原始 最源头开始讲的话 你把它换成大富翁简史 或者赛俄图棋盘游戏简史 都是成立的 那从最开始开始 那就是以前的这种棋盘游戏 和我们现在玩的这种高级 各种各样版本的大富翁 到底有啥区别呢 烂很多 说实话 是谁烂很多 哪个烂很多 以前的 当然以前的 因为以前的游戏 玩起来相对无聊 它说白了就是看话 然后有少数的规则和这个东西 会记录在这个棋盘上 我看到的那个 阿兵翻开这个是中世纪大富翁 它全都是以前的历史 然后玩起来会比较无聊 因为你除了 就自己置闪子 两边互相交互的话 就好像没什么其他的一些玩法了 亿万个孤独者 而且它很严格 就是它以前好多游戏 不知道为什么它都有那种 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大富翁 可能就是后退几步 停一回合 这就体验就已经很差了 是吧 它一定会在里面某一格 安排一格子 叫死亡格 就走到就直接 人生意外 你走到那你直接没了 祭死 然后这个死亡格很有意思 因为它根据它这个棋盘游戏的不同主题 它会化解你可能是某天在外面走 然后忽然发生了意外 搞了一下摔死了 什么逻辑 怎么着 就翻各种意外 然后那格就一个骷髅 到这游戏就暴毙 就还挺那什么的 所以说它玩就是玩个暴毙 看谁先死 不是它有终点 还是玩法 还是到最后还是写成到终点 过程中还是有事件什么的 对对对 然后但是这本书好就好在哪呢 好就好在 它虽然是这种形式比较单一 但是它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棋盘游戏 展现了不同时代的风情文化 这个书的分类 它其实是按章节分的 就比如说 这个时间来的 宗教相关的 旅行相关的 战争相关的 教育相关的 然后不同的主题 然后里面有不同的这个棋盘游戏 它非常像 怎么说呢 这种发黄纸的感觉非常像 那个《幻影大标课2》里面那些收集品 我们当时能捡到那个香烟里面那些卡 然后还以前玩那些小游戏 就非常像有那种复古的感觉 但实际上来 实际上讲颜色 它的时间是对不上的 就是大标课时间就已经开始往西进了 但是整本书 它最早这个棋盘游戏起源于欧洲 然后渐渐地跟着它们去美国殖民 然后时间最后就落到 它们刚到美国东部 就只在 刚到美国 对 就刚到美国东部 所以到最后 就有种泰坦尼克号 那个时候 就大家说 我们要去新的地方探索 就怎么样 然后时间差不多 当时到时候就落下了 说白了 这个简史 它并不是很多文字来介绍它的简史的 主要还是图 通过图来让大家了解那个时候的文化 就是所以 我觉得这本书并不是推荐那种广义上的喜欢桌游 广义上桌游的人 但是前天如果你很喜欢大福温的话 你可以把它收一个叫大福温历史图件 你可以把它收下来 但我觉得它更大的意义是在于 你通过这张棋盘游戏上面画的一些东西 来了解当时的这个文化历史风情 这个挺有意思 比如说我记得它有那个法国大革命版 还有走到什么格子 那边的国王在沙头什么的 还挺逗的 可以 它这里边还有就是 比如它这张单列的海报 就是阿姆斯特丹列车旅行图 对 就那个你坐火车一路经过哪些站 然后最后到达阿姆斯特丹 挺有意思的 对 确实就还 它这本 我这一页做了一个书签 它这个游戏叫从水手到海军上将 就是从一开始第一个格子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小水兵 就是刚出海的那个陆飞 然后渐渐的往后你开始 就是你要好好打杂 好好干活 好好工作 我懂了 这就是那个时代 就是穿越到异时界 我竟然成了一小兵 对 他就是在某个格子的时候 你就是 你们的船长还是什么玩意儿 挂了 发生了一个意外 然后你刚好救了他 然后你就升官了 然后升官到最后 你就一步一步 最后你当了船长 然后结果最后 因为你刚毕自用 如果你投到内阁 你就把军舰开给触礁了 然后他就受处罚 然后就慢慢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就是他虽然智骰子玩起来的话 特别没意思 但你看这个 可以当一个小故事看 然后再看当时 就总之那个时代的娱乐 还是脑补为多 是吧 对 特别说走这个棋盘 然后去讲一个 就是生官发财的故事 看话嘛 就图一乐嘛 好嘛 对 基本就是这样 这可以 还是挺有趣的 但是这个我觉得 就在中世纪 能玩它的人 也 也不是中世纪 它还应该有 比较现代的 100年前左右的 对 100年前 就是从以前一直拉到现在 就是时间跨度 其实挺大的 应该 就整本书上 讲的所有的桌游 就关于这个 其实就站内斯洛老师 写过不少 就是介绍的文章 然后之前 我记得挺长时间 以前 42写过一个 就是非电子游戏的 五点游戏的 不插电游戏 不插电游戏的一系列 对 然后还有 对 Owen Neo还写过一系列的 就是桌面游戏 和这个 就是纸笔游戏 其实还有更早的 像非洲那边 他们玩的一些 原始的游戏 可以被看作 是现在 现代桌游的一些前身 对 我觉得那些 古埃及也有 那必须有 古埃及 那个就是 你怎么把你的 奥西里斯 引导到明界的那头 或者那种游戏都有 所以那些东西 我觉得整理起来 才配得上 这个桌游简史的标题 这本的话 绝对就是一个 棋盘游戏的文化 收录这种的 总体来说的话 看这个装真 还是蛮不错 开本挺大的 开本挺大的 而且它印刷质量 特别还原 就是历史上的那种感觉 挺好 感觉像个 百科全书里面那一侧 图件 对 专门讲这一系列事情 希望就是 未来能有 对于桌游更有兴趣的人 把这个整个的桌游 从古代到现在的 这样的历史都描述出来 我觉得有可能 会不会就是范围太广 太广了 书 确实太广了 我觉得可以出一系列书了 一系列书也行 讲那种比较原始的脱离桌面的 就是用一些日常生活道具玩的一些东西 然后再到我们专门为玩这个东西而开发的或制作的一些工具 然后再到是有这种成规则的什么这样的 你看现在都衍生出剧本杀这种新的形式了 剧本杀也算桌游吗 理论上讲 他以前的狼人杀也算桌游吗 他就是表演比较多一点 对 但再往后演进不就变成了 在一个小的剧本内 你开始互相演进 对 等于说 是一个进化结果 我之前还玩过那种 就是有专门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布景 你需要在布景里面找东西 就有点密室逃脱加剧本杀 那样的一个东西 你需要解谜开到一个线索 然后根据这个线索 比如说阿斌杀了人 但他不说 然后也没人知道 我找到一个线索 指明他杀人了 我就跟他说 诶 那个 我那少说两句 我把你也弄死 对 我知道 但我知道你杀人了 但是我不告诉你 我不告诉别人 这俩事就咱知道 对不起 最后 然后最后抢遗产的时候 老爷死了 抢遗产的时候 你分我一半 我就不告诉别人 这要问在的话 他就跟你说 这你俩算什么一个法律责任 对 老李贱 冰宝 那个下的节目 别弄死我 我错了 你知道怕就好 对不起 冰宝是谁给起 我也不知道 只有他怎么叫我 怪恶心的 对 我起的 就是天津有一个 那个 是啊 天津有一个 那个面包厂 叫冰宝 就是那个小熊的 对 我超爱吃 你们哪都知道 我不知道 因为那个特别甜 对对对 有你的生活甜吗 是 有我的笑容甜吗 我的生活 美滋滋 有了你甜如蜜 咱俩吃一个索了蜜 你这儿还有什么广告环节 没有赶紧结束 吓死我了 我想活下去 好了 那我就最后还是那老 老一套 对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淘宝书店 和氏奇谈 我们改名了 改叫和氏奇谈了 对 四个字了 还有我们这个豆瓣和微博的账号 和氏奇谈 然后大家也可以来看看 有大量的抽奖 抽奖什么的 其实我们现在站内也有抽奖了 对对对 大家应该也发现了 就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发一些这个站内的抽抽书的一些活动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还有就是记得来和氏变玩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摊位了 好 好 和氏变都在合适的摊位内 多合适 多合适 太合适了吧 非常合适 合适很合适 本期主题是什么 本来我是真没想到我什么主题 但你们这一说完了之后 就是突然想到一个主题 就是亿万个孤独者来和氏变 如果想知道这个为什么是这个意思的话 别哭了 卧槽他哭了 行好吧 想知道为什么这么说的话 是这个主题 对可以来和氏变看看 对 是吗 真的吗 是的 你别哭 下节目再说 可以 我发现这么长时间不路 我们整活的技巧变高了 是吗 我们以后得长路 对吧 应该是憋着的吧 还是爱你 冰宝 冰宝 我空同山 合适啊 结束了 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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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再往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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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THING 2 1 1 1 2 2 1